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很特别的牛肉 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这样大的牛肉块 如果你煎的话它有时候会比较老 就是会影响口感 今天我们做一个黑椒扭扭腻 这个做法可以让这个牛肉非常的好吃 我们把它先切成方块 切成这种小方块之后 我们把它用调料调一下 我们先撒上黑胡椒粉 也可以用那种颗粒的颗粒的会比较香 撒上盐 一条根鲜酱油 半条根老抽 一点点黑椒酱 这个黑椒酱不能多放 放了太多它会有点咸 我们再放入一点冰糖 把它抓匀 放入一点橄榄油 锁住它里面的水分 好 最后放一点点生粉 最后放一点点生粉 好 我们把它放置半小时 现在我们来准备三头蒜 我们把它 好 我们看 现在这个大蒜已经准备好了 需要三头这样的蒜 可以切一点小米辣做点点缀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butter 这就是所有的食材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牛肉做出来 黑椒扭扭腻 好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黑椒扭扭腻 先把这个锅热起来 先把这个butter放进去 把这个蒜子放进去 记住不用放油 不需要放油 不需要放任何的调料 好 我们看到这个蒜头是有点焦黄色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牛肉放进去 这样煎两分钟左右 我们把这个点缀一下 好 切好了 好 一道美味的黑椒扭扭腻就做好了 保证你们吃了还想吃 好 小胖你尝一下 嗯 好好吃 好吃吧 嗯 再来的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做鱼的一个技巧 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在家蒸鱼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有点腥味 它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些技巧的 首先这个鱼啊 你在之前要用一点酒 用点盐 用点葱跟姜 要把它嗯 嗯 放在 放置一个小时 腌一会儿 然后一定要记住 要把它洗掉 就是第一次的这个调料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然后再放一次盐 酒跟姜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鱼蒸出来 它就它就是没有腥味的 我会专门有一期来蒸鱼的一期啊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蒸的过程当中呢 它对这个水也是有要求的 就是一定要用开水蒸 开水蒸出来的鱼呢 会比较嫩 你看这个水是开的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去 蒸 蒸5分钟 这个鱼比较大哦 5分钟 然后我们把调料浇上去 浇之前呢一定要记住 要把这个里面的水倒掉 这样它这个鱼的肉才会很鲜美 没有一点腥味 好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 好 这个鱼现在它其实是蒸好了 我们把它打开来 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点水 我们把这个水倒掉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调料浇上去 好 我们再蒸半分钟就OK了 好 我们再蒸半分钟就OK了 嗯 今天这个热菜好好吃 今天我可以说 是最好的这一块肉 我吃过以前 嗯 好好喝 这个生菜也挺好吃的 嗯 牛肉最好吃的是哪个蒜 这个 牛肉啊 嗯 是哪个鸡肉 鸡肉 我得吃 是呀 有什么鸡肉 是吗 我会吃 这游泡 是吗 有什么鸡肉 我看到那一切 尸泡肉 是什么鸡肉 就是咸肉 那一切 嗯